好 那么在这儿 我们现在测的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加法呀 那我们是不是得测点真的东西啊 那我们现在来加一个真的东西 再拗一个问题件 一般来讲测谁就写谁 app.test.js 好吧 app.test.js的话呢 那么好 那首先在这儿呢 这个真的是 这个是写着玩的 这个来讲我们要真写点东西了 这真写点东西 你要测他 你怎么也得把这些东西都拿出来吧 所以那么首先我们要impot对吧 impot第一个 你不用说了 你这里面要跑react bp把react import出来 from谁 那在这个地方 因为没有相对的位置 就直接react就好了 对吗 然后第二个我们要impot的谁 我们得impot app吧 没有app这个没法玩对吧 那from什么东西 那么现在这个位置是个相对位置 刚才我就错了一次 是-r.src.app对吗 把它要引进来 没有毛用啊 那么第三个东西呢 我们还要再引一些 杂七杂八的东西 从这个from这个react.dom 从他来引 好 那么这个里面呢 我们拿谁呢 我们把render 和谁拿出来 和叫amounted啊 这已经给了amount component add node 这是一个 也是我们要用到的一个东西 那么我们把他也引出来 好 全都引出来以后 那么这个首先我们有一个test 还是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里面呢 两个参数 第一个是一个description 第二个是个function 对吧 然后把这个东西弄 这块呢 我们就随便给一个 比如就叫test case1 好吧 反正名字无所谓了 那么这里面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现在其实来讲是 是想把整个里面的这个东西 拿出来去测一下 我们想看看这个印 里面到底有没有 有一些东西到底有没有 能理解吧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我们这个页里有啥 这还在包错 我们先先先先先 wappack一下 其实现在也可以runnpm runbuild了 对吧 刚才这test case 在这 这东西怎么写啊 就这个case相当于什么 我这里面呢 大概要说一点 就是说这个case 你测试的是谁 第一个这里边 我们要说 如果你是用了这个 那个什么的话 你测试的 就被测函数是谁 你要先搞清楚 就是被测试对象是谁 那我给大家思考两个问题 就被测试对象是html.index.html吗 不是 你怎么测它 事实上来讲 你能测的是谁啊 是component里边的这个app.js 以及包括component里边的东西 你测 你愿意搁在一起测也行 你不愿意搁在一起测 你拿着分支测也行 这都OK 看你自己的情况 那么也就是说 我其实要测的是它 我如果要测它的话 就得把它引进来 然后把它挂到 我的这个系统上来 也就是挂到谁来 挂到这个jtest里边来 你就是要挂到这里边来 能理解吗 那你要挂到这里边来 怎么测呢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 把这个 把写成箭头函数了 这样也许如果大家觉得土了一点 好 那么如果在这 你挂着它这里边来的话 首先你要干嘛 首先你要create一个element出来 因为你现在啥都没有 所以lt let等于div等于 document 你create完element以后 这个element是个啥 是个div对吧 然后你怎么办 runder它对吗 这个runder的感觉特别像谁啊 这是odiv 把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特别像谁 你我打完这以后你就明白了 这个特别像谁 其实你在干 现在你在干index干的活 对吧 index就是host的app的对吗 所以你现在要测app的话 那你等于就把app的活 抢过来 你把它host在里边 这段理解吧 也就是说我现在在 那有人问说我index怎么测 index就不测了 index 所以为什么让index保持很简单 就这个得应还用测吗 是不是 那么在这的话 你直接测它 那现在你这有什么好测的呢 其实来讲就是看它run的出来 对不对 当然来讲 它还有一个这是 这个是创建 这个呢 是渲染 渲染app 那你渲染完了以后 当然它后面还有一个过程是什么 是unmount app 就是你正常来讲 就是你把测试做完了以后 你得打扫一下环境 就好像说 我 你去在家里吃饭 吃完饭 你得刷碗一样 理解吧 所以那么unmount app 那你要unmount app 刚才我们刚才这不有一个东西吗 用它 at node 看见了吗 直接把od 第一步扔进去 OK 那中间这块是 什么呀 是测试部对吧 那测试部分 我们要测哪些 我们再过来先改一下 这里面 这里面这地步太多了 这地步多了一会儿 后果不好 就是 就是我 我这里面又没有 这Q可以用 然后我爬到目数也不方便 我得用 query selector query selector的话 那我就不如直接 先把这个东西搞零镜 比如说 我就把P标签拿出来 然后这也就是一会儿呢 我就get的P标签和get button标签 然后我看看东西出来 对不对 就完了 那么也就是在这里面的话 事实上来讲 就是我能把一个P标签拿出来 把一个 把两个P标签拿出来 把一个button标签拿出来 好 那我们来测一下 他渲染出来那个字 是不是我们要的字 这个测试其实虽然有点无聊 但是大家还是耐心看一下 首先expect expect什么 首先expect的话 应该是 我因为现在已经渲染完了 所以我能expect的odiv的什么 odiv.query selector query selector什么东西 query selector就拿一个 所以query selector应该是 query selector all 对我刚才去看了一下 然后query selector all的 画的底下 我们拿什么 拿标签对吗 标签所以什么都不带 我们这里也没有ID 也没有那个class倒是有 那么我们可以拿这个P标签 拿完这个P标签以后 这个标签 事实上下来以后 有好多个吧 应该至少有两个吧 对吧 我们有两个P标签 那么一个0 另外一个是1 那么expect这个东西怎么样 它的.innerhtml.toB 什么东西 第一个一定是 我们看一下 是这个对吧 是hello world这个东西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把它扔进去 也就是说我们第一个测试 就是说selector all P 然后从拿第0个元素的 它的innerhtml 必然是html 必然是hello world 碳号 对吗 不能吃别的 好 第二个 第二个的话 如果P这是1的话 innerhtml.toB 是什么 在这 是他对吗 应该是hello world2 碳号 对吧 哪里去了 好 那我们先试一下 我们看看 对不对 都过了吧 OK 那底下呢 就是我顶多再写一个呗 Expect all Odiv query selector 还是all 因为基于那个东西出来的 还是all B-O-T-T-O-N 那你说我这就是一个呀 为什么还说all 它反过来就是数捕 你也没办法 innerhtml 这个地方应该是按钮 对吗 OK 那么现在整个看过去的话 这个事情就 至少Jazz的这块就有了 而且这个东西是不用屏蔽掉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掉不同的东西就可以 你现在其实在这里边 你掉bill的 它就是bill的 你要知道哈 你掉bill的 它就是 呃 不对 这个跑哪来了 在这 你掉bill的时候 它就是bill的 你不要test 就是test 那么它直接可以用哈 OK 没有问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